大家好,我是... 大家好,我是咪咪 我是米妈 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 我是白痴之三 因为呢,我们刚刚呢 有讲一个奇的是 之二哦 我们昨天也有讲之一 所以现在我们要讲之三哦 故事要开始咯 就是二十七,我有遣除 有一只苍蝇在面店 店里飞 妈妈叫我把他赶走 我拿着苍蝇拍赶来赶去 他就飞来飞去 后来他停在电灯上面 我就在下面等 妈妈说 唉,连苍蝇都欺负你 他拿着抹布站在锅子旁 锅子里的水在滚 一直冒白烟 妈妈就一直在看白烟 气死人 那只苍蝇一下子飞走了 害我打不到 我就骂 死苍蝇 妈妈不看白烟了 转头看我 摇摇头 现在爸妈养你 哪一天我们都到西方了 你怎么办 妈妈常讲这句话 我已经有问过他 去西方就是死掉 死掉就是不会呼吸 不会煮饭 不会煮面 啊,那就惨了 我肚子饿怎么办 彭嫂,在忙啊 隔壁阿生的妈妈走进面店 妈妈笑着 现在没有客人 在养蚊子啦 我每次都觉得妈妈在骗人 她哪有养蚊子 都在打蚊子才对 可是我不能跟阿生妈妈讲 阿生妈妈都不知道被骗了 还说,哦,好命哦 有时间养蚊子 像我忙到现在才有空来吃午餐 阿生妈妈开美容院 在帮人家洗头 妈妈一边煮面 一边说 你家阿生很会读书 你才好命 唉,读书 会读书有什么用 连袜子都不会洗 我白天洗别人的头 晚上还得洗全家的脏衣服 简直像个庸人 阿生妈妈说完 看了看我问 铁男会不会洗衣服 妈妈说 他只会吃 妈妈又在骗人 我哪里只会吃 我会做很多事 我会倒垃圾 也会扫地 还有提水 阿生妈妈说 像铁男这样的孩子 你就叫他做一些事情 学一些本领 以后靠这些本领吃饭啊 妈妈把面端给阿生妈妈问 他能学什么 哦,你可以教他煮面啊 你自己就是师父 如果铁男会煮面 至少饿不死 说不定还能帮你的忙呢 啊,我已经当了一辈子的煮面婆了 下一代可不想再让他们卖面 卖面没出息 妈妈坐下来和阿生妈妈聊天 阿生妈妈用筷子指着妈妈 难道你指望铁男去读博士 你有没有想过他的前途 妈妈就不说话了 他低着头 他每次低头的时候 都会叹气 有一次还哭 我不想看到妈妈哭 可惜我不知道前途是什么 不然我就可以替妈妈回答 我就可以说 我早就有前途了 有一大包咧 前途不知道是不是装在包包里 我乱猜的 很久很久 妈妈才抬起头来说 铁男天生笨 我总想让他多读些书 看能不能变聪明 他又说 我还要花钱去给他补习 阿生妈妈说 这样有变聪明吗 妈妈又不说话了 这样吧 不然去学修路 当清洁工 送报纸 这些事不必花什么脑筋 铁男应该学得成 阿生妈妈还没有说完 妈妈就站起来 去后面洗碗了 唉好了啦 不讲了 我这个人很实在 有什么说什么 也不是看不起铁男 阿生妈妈还在继续说 我只是给你建议 免得你日夜操心 一枝草一点鹿 儿孙自有儿孙福 看开一点吧 妈妈回答 铁男如果像阿生那样读书 我就不必操心 阿生妈妈吃完面 擦擦嘴 离开了 妈妈走出来 收拾碗筷 我拿着苍蝇拍 不知道要打什么 苍蝇已经不见了 妈妈又在看白烟 二十八 我不想当病人 我们在操场集合 喊一些奇怪的话 有些话很好笑 但是不能笑 因为我们是在上同军课 班长林嘉一每次和我同组 他是组长 老师叫他要照顾我 他就很照顾我 每一次 他都站在我旁边 帮我做事 老师叫我们用摄子锦一面棋 贴在布纸上 林嘉一很快贴好了 把我的摄子拿过去说 我帮你画 你再剪 他用三角板 画一面棋子 然后交给我 我拿起剪刀 准备开始剪 哎呀 小心 不要剪歪 沿着铅笔线剪 连嘉一在我旁边看 一直叫 我很想小心 可是却都不小心 我一下子剪歪了 来 我帮你剪 林嘉一把我的摄子拿过去 他剪好了 真的很像棋子 我觉得他好厉害 他说 现在你用胶水贴上 我就倒胶水 涂在棋子上 可是他叫了出来 笨 胶水按摩在背面才对 他把棋子抢过来 啊 算了 我帮你贴 他把我的棋子贴在我的布纸上 我拿着布纸一直看 我就想 如果我自己也会贴就好了 不过我是白痴 可能白痴都不会剪棋子吧 老师又教我们包纱布 他说 受伤的时候 要用干净的纱布 缠一缠 包扎好 我们就开始练习 老师说 每个人都要轮流学 因为很实用 林嘉一就叫我把手举起来 当病人 给其他人练习 我就伸出手来 假装受伤 林嘉一用长长的纱布绕我的手 我就痒痒的笑出来 林嘉一骂我 不要动 我不敢动 把手伸着直直的 唤其他人练习 我的手酸得要命 我叫他们快点 可是林嘉一说 慢慢绕 动作要正确 轮到孙英华练习 他动作很慢 一圈一圈的绕 老师走过来说 可以快些 否则病人的血早就流光了 每个人都做过了 我就说 换我 林嘉一问 你会吗 很难的 我就拿纱布 去绑孙英华的手 孙英华说 你乱绕 要顺时针方向 我不知道顺时针方向是什么 但是我很用力 我想要跟其他同学一样 把纱布绕一绕 然后绑一个漂亮的蝴蝶结 孙英华却大叫一声 把手收回去 痛死了 你捏我的手干什么 林嘉一就把纱布拿回去说 捧铁男 没关系 你不用做 我会向童军老师报告 你就不必测验 我不是要测验 我只是想学纱布 上次妹妹跌倒 膝盖流血 如果我也会包 可以帮他包一包 还要给他绑一个很大的蝴蝶结 但是 林嘉一又叫我把脚抬起来 他们要练习包扎脚 我把脚抬起来 让他们包我的脚 然后变成包头 还有包肩膀 我一直当病人 被他们包来包去 可是我都不讲话 我用力看 想要学 等一下我可以 拿手帕 包我自己的脚 不过 顺时针方向是什么 老师说要顺时针方向包 不知道超级市场 有没有卖这一种包 下课了 林嘉一拍拍我的肩 彭铁男 你跟我同一组最好了 对不对 你放心 所有事我都帮你做 你看 当了一结病人 心不轻松 我说轻松 可是我没有告诉他 我并不想当病人 29 爱心第一名 爱心第一名 今天杨老师很高兴 讲话的时候 一直笑咪咪 她说 各位同学 我们只差一点点 就可以得到 全年级爱心捐款第一名 我们就拍起手来 前几天 班长开始收爱心钱 我也有交十元 因为老师说 社会上有很多可怜的人 需要别人帮助 同学应该要把零用钱省下来 做一些善事 而且 爱心捐款 还有比赛 捐最多的班级 可以顶到一张奖状 捐很多钱的人 也有奖状 我回家向妈妈要钱 妈妈就给我十元 我交十元给班长 班长说 彭铁男 你只有十块爱心 太少了吧 但是我的妈妈 只有给我十元爱心 我也没有办法 丁童的爱心就很多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五百元的钞票 说 五百元算什么 一颗牛排就不止五百 班长大叫一声 哇 已经有一千多了 老师也笑着说 不错 本班同学很有爱心 我也很想多捐一点爱心 但是妈妈说 他只有操心 没有多余的爱心 第二天 丁童又拿五百元来学校 他说 我最有同情心 一想到这个世界上 还有人没饭吃 我连牛排都吃不下 说完还拿手帕出来擦眼睛 班长骂他 别闹了 钱拿来 少废话 喂 我交最多 别忘了发奖状给我 丁童学把钱递给班长 大声的提醒他 柏角突然开口 丁童学 丁童可以领到本年度最佳小丑奖 又说 有几个臭钱 神气什么 哎 对不起 我的钱很香 丁童走到柏角身旁 双手插腰 胸巴巴的拍柏角的桌子 有种 就在讲一遍 柏角抬起头 瞪着他 世界上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 可惜这样东西你没有 丁童说 什么意思 班长走到他们中间 气冲冲说 你们再吵 我就去向老师告状 柏角不理班长继续说 像你这种人 是不会得到奖状的 丁童狠狠的看 看他说 你等着看 说完就回到座位 隔天 丁童又交出一千元 班长数了数 告诉老师 现在有四千六百六十六元 老师想了想 从皮包掏出钱来 我也捐一些凑成整数 结果我们班的爱心就越来越多 老师说 现在只输给十三班一百块钱 只差一点点 我们班就会变成全年级 爱心第一名 班长就问全班 我们是七年爱班 当然要最有爱心 对不对 大家都说对 我也有说 丁童回头看我一眼说 彭铁男 你的爱心捐款最少 没有资格读爱班 可是我也不知道 我应该要去读哪一班 班长又说了 明天大家再捐一些 我们就可以领到奖状了 丁童突然举起手来说 不用了 明天我再捐五百 大声对全班这样讲 结果 我们班真的领到奖状了 老师很高兴 同学也很高兴 我也有高兴 我很用力的拍手 也有效 校长也有念丁童的名字 他就跑上司令台 领章奖状 校长说 我很欣慰 同学能发挥爱心 人机几机 人腻几腻 我不知道为什么校长要说几例 但是丁童一定是有好几例 我就给他拍手 也有效 可是博奖没有拍手 你觉得丁童真的有爱心吗 没有 他只是小礼奖状 他应该算是上班上最美爱心的人 对吧 对啊 三十 听不懂的话 有一天 博奖对我说 如果你不是白痴 日子过得完全不一样 懂吗 不懂 我不懂 如果你跟我们一样 就没有人敢欺负你 你可以跟大家一样 读书 写字 打球 打架 我说老师有教我们不可以打架和吵架耶 博奖笑了笑 不是这个意思 你能和别人吵架表示双方的地位是对等的 至少在精神上不分谁跪谁贱 我就说我妈妈讲不可以说贱这个字 博奖就不说话 他看着我一直笑 我问他 你你笑什么 博奖说 其实啊 聪明人未必比白痴快乐 你知不知道 嗯 我怎么会知道 我就说 白痴不好啦 博奖回我 当白痴有什么不好呢 我说 不会写国文啊 博文又问我 博奖又问我 还有呢 不会写数学啊 博奖还要问 还有呢 我就用力想 想不起来 因为我忘记学校还有考什么 我就说 还有很多 不会讲啦 博奖这时候说 人生不是只有国术理化 博奖讲完 就拍拍我的肩膀 你将来想做什么 我摇摇头 我不知道 博奖说 我也不知道 到时候再说吧 他想了想 就说 我永远会当你的朋友 我就点点头说 我也是 后来 又有一天 有一个我不认识的老师 说要来给我资商 我就跟他去办公室资商 他讲话很好听 问我 彭铁男 在学校里 最不喜欢的是什么 我就想想想 说 没有不喜欢 他说 真的 啊 我想到了 我就说 下雨天 我不喜欢 我的不邪会失掉 那个老师就摇摇头说 不是讲这个 有没有人欺负你 打你 骂你 让你觉得很生气呢 我就点点头 那老师问 是谁呀 我说 妈妈常骂我 叫我洗澡洗快一点 那个老师又摇摇头说 不是讲这个 我实在没办法 我还是不要说好了 最后那个老师摸摸我的头说 如果有人侵犯你 一定要报告老师 也可以到辅导室找我哦 我就点头 可是我不知道什么是侵犯 不知道是不是跟吃饭一样 吃饭为什么要报告老师啊 我就觉得大家喜欢做奇怪的事 很麻烦 跛脚说 这个世界 如果多一些白痴 不知道会怎么样 现在的问题就是聪明的人太多了 我就点头 还有笑 跛脚也笑了 听不懂没有关系 很多时候 因为不懂才快乐 我是白痴 我有快乐 四五六读书会 看完这个故事 你有什么感觉 翻开四五六读书会 我们一起深入讨论这个故事 你猜书名的 我是白痴的我是怎么样的角色 为什么叫白痴 读一得作者写的字序 你同意说他说的哪句话 不了解他说的哪句话 看看片名 你猜 这会是一样 怎样的故事 第一篇片名是 我是白痴 书的最后一句则是 我是白痴 我有快乐 你觉得 这是不是一个快乐的故事 为什么呢 学生自由阅读完成之后 有老师提问 每个老师可以不断深入 为什么 一问题 为什么你这么想 你还有别的想法吗 你的意思是什么什么吗 讨论题举例 全书中有没有哪一句话 令你几乎想哭 为什么 故事中的人物很多 谈谈你印象最深刻的角色 你对他的看法 你认识的人中 有没有跟书中人物很像的人 你对他们的感觉是什么 哪一篇让你最想要再读 为什么 你认为书中最善良的人是谁 让你最受不了的人是谁 如果可以 你想改写哪篇故事的情节 为什么 你认为作者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 你自己比较像书中的哪一个人 请送给作者一句话 你还看过哪些跟此书类似的故事 请说出来看大家分享 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怎样帮助 像彭铁男这样的人 如果你认识像彭铁男这样的人 你想对他说句什么话吗 读完这本书 你认为人性本善还是本恶 理由是什么 人性本善 如果你可以写一封信给彭铁男 你会写什么呢 如果你帮彭铁男拟定一份计划 他未来要如何培养他的生活能力 将来可以从事什么工作 如果帮请你拟定一份旅游计划 让你带彭铁男去台北旅游 你会怎么做计划呢 或是台南一日游 是依照你自己居住地点 最熟悉的地方带他去玩 你要怎么安排 为什么 讨论如果彭铁男是我的家人 或是我的同学 我会如何帮助他 找一位学生扮演彭铁男 让大家以书中发生的事件为问题 问他当时的感受 一如 老师叫你月考那天不必上学 阿生很羡慕地说 好好哦 请问你也觉得很好吗 你的便当被丁筒打翻时 你的想法是什么 你的妹妹不肯跟你走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不会生气呢 不会 就让他不跟我走 我关他 我们的故事说到这里 这本 我是白痴这本书 给我们许多的感触 对 这个故事 在讲说 不管你的身边的人 或是同学 是怎样的人 你都要对他很好哦 不可以像丁筒那样 欺负彭铁男哦 请问你